印度公开赛 面对世界排名第二的老对手陈宇飞 戴自颖连下两局 以出色的表现赢得了这一战赛事的冠军荣耀 这也是小戴职业生涯中第32座BWF赛季冠军 距离中国传奇名将林丹 仅剩一贯之遥 尽管小戴的年纪和身体状态难言巅峰 但从过去三战比赛的状态来看 他的实力表现 仍然是今年巴黎奥运会的夺冠热门 自2023年年底的年终总决赛开始 马来西亚公开赛 印度公开赛 戴自颖全部闯入了决赛 并且获得了二金一银的完美战绩 在印度作战 戴自颖的人气高到不行 几乎每次都如同主场作战 每当戴自颖入场或打出精彩球时 印度球迷总是会高喊戴自 戴自 原来 这些印度球迷以为 颖才是小戴的姓氏 所以亲切地称呼她是戴自 在颁奖典礼上 由于颁奖台过高 戴自颖也非常善解人意地半蹲屈膝 俯下身体配合工作人员颁奖 与陈宇飞交手多年 两人的关系也比较融洽 彼此祝福庆贺对手的表现 可能也正是小戴这种谦逊的品格 才会收获这么多印度球迷的喜爱 开季首战马来西亚公开赛 戴自颖刚刚夺得亚军 然后马不停蹄地赶往印度新德里 接受新的挑战 几乎是连续两周的连续作战 一共打满了十场比赛 面对跨国征战和时差适应 小戴克服了身体的疲惫 依靠强劲的实力夺冠 摘得冠军奖牌后 戴自颖也拿到了59500美元 折合186万新台币的巨额奖金 与此同时 戴自颖在马来西亚公开赛 收获了10200积分 在这一战印度赛拿到了11000分 个人排名也快速提升到了世界第三位 目前 小戴以97036分 超越了日本名将山口签的93517分 排在了世界第三位 而对于戴自颖来说 最重要的是巴黎奥运的参赛积分 积分的计算期间 是2023年5月1日 到2024年4月28日 以选手最强的实战积分会总排名 以目前的情况看 安喜莹 陈宇飞 戴自颖和山口签 仍然是世界前四的顶流 接下来小戴可能会结束亚洲区的赛程 暂时回到台湾休整 准备3月5日出战法国公开赛 作为女单赛场上最为活跃的明星球员 此前戴自颖多次在奥运会 市井赛上争金势力 被视为大马传奇李宗伟之后 另一位公认的吴勉之王 半年后的巴黎奥运会 小戴究竟是会以吴勉之王的悲壮形象结束生涯 还是会以压哨夺冠的传奇方式谢幕呢 敬请期待 by bwd6